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虎,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名人说自己有什么症,有时候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我们会觉得说 所以这个症也不一定会局限一个人做什么事情 像如果说各个领域都看到有特殊的某种症状的话 你觉得说那我有也没关系 但是有时候就一些误解 误解就是有些人声称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 只是选择性的告诉大家这个症状的某些部分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实的想象 总而言之亚斯伯格症是现在非常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 因为太多人以前成长过程中没有被诊断出来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协助 然后一路跌跌撞撞的摸索 终于今天知道说原来我好多困难 都是因为亚斯伯格症 那有很多的包括专业人士 还有一些病友团体 那包括民间我们一起在为这个犯自闭症 这个范畴的大家做一些努力 我们今天就请到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的副理事长 这是我们的朱敬贤副理事长 来跟我们一起谈谈这个亚斯伯格症 欢迎敬贤副理事长 谢谢 好那我现在就来讲一下亚斯伯格 那其实这个大家好通通都是在误解 确实跟邓医师说的一样 其实这个得从头说故事 就在四五十年前 当第一次有人发现有些孩子 那有一些特异的行为 固执性的行为 所以就把它命为肯纳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是自闭症 但是过了三五年呢 又有一位医生发现 有些孩子好像比他们好一点 口语能力比较好 那感觉上比较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 那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把它命名为亚斯伯格 可是经过了 我想经过了四五十年以后 其实大概在十几年前 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亚斯伯格 已经取消了 因为经过了这么四五十年的 大概十几年 我们就讲三十年前 就是说经过了三十年前的 这个眼看的这些病友们 长大做事成家立业 发现他们的困难其实是一样的 那那些有口语的呢 是有量但无质 没有品质 常常讲一些会让人家尴尬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 家长阿姨拿东西给他吃 他就很大声的说 妈妈你不说他东西很难吃吗 叫我们通通都不要吃 让妈妈很尴尬 诸如此类的 其实有一个家长跟我说 他说他宁愿孩子没口语 他说因为他常常让他觉得很尴尬 突然间冒出来不知道什么话 那然后再当然就说 他如果说这些行为 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教导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学校呢 是一个比较包容的环境 就给他称之为白木 可是在社会上呢 很容易的 就被同才排挤 在工作范围上就被人家排挤 所以他们有很深的挫折感 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 就说这样子的 就说大家广泛的知道 自闭政治三个字以后 另外还有一项佐证的证明 就说亚瑟伯格他即使是有口语的 但他口语的直好了 他并不是很好 当然他就是变有高低之分 他的学习能力呢 也不是很好 那最让家长挫折的是 智商可能测出来还不错 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念书 很奇怪 那就跟自闭症也是很像 那自闭症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可能是专门的 就有固执性行为啊等等等等 其实后来你看孩子长大以后 我所谓的长大 大概就七八岁十岁 其实两者真的是差异不大 所以后来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就把它取消 这个都称之为社交障碍 那以我们台湾 我们是拿身障证明 上面就是指注明 你的障别就是代码 那么如果说口语更低的 我们俗称为低口语 或者是无口语 我们另外加一个口语 口语障碍的代码 或者他有智能障碍 所以就加一个智能障碍的一个代码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大概比较没有人用这个亚斯伯格 不过还是很多医生会跟家长讲 但我觉得那个只是让家长可以了解一下说 其实你的孩子口语是需要训练的 他是可以出来 他是有口语表达你的需求 但中间的一种品质 或者一种表达的方式 这个需要家长更关心 更就是我们讲 更让他融入一般社会的一个期待等等的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比较像 刚才邓医师所讲的犯自闭症 或称之为自闭症光谱 它是非常大的一块 从低功能低口语到高功能高口语 我们现在大家通常来讲 只要能够独立生活 有需求的 我们都称之为高功能自闭症 那以上大概就是亚斯伯格这样 这一块大概就做一个这样的说明 大家就初步有一个了解 那其实在犯自闭症这样一个很大的光谱 因为他是个光谱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能很 你会觉得说 怎么医生说我孩子是犯自闭症 可是我有问一个 例如去听演讲 问一个其他的家长 怎么他孩子状况跟我没有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这个金钱就跟大家解释了 因为这个范围里面可能有几个面向 我稍微提出几个面向 然后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在这些面向 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在光谱的 这个很广泛的这个范围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口语 语言沟通上 那其实不管是在光谱的哪一端 就是犯自闭症光谱的哪一端 有的口语是比较有困难 有的稍微好一点 那甚至有些孩子你会觉得说 他小学就会说一些成语 好像看了书之后都有运用 可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 像在精神科或心理这边评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刚才这个 这个敬贤所说的 他们讲话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 在一个沟通脉络里面 他能不能我们所谓catch 就是抓到现在这个沟通之中 不同位置的那种模拟 您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说妈妈在家里 我们通常跟孩子说 那个阿姨话很多 等一下去的时候他问你什么 你就少回话 不然你回了什么 他又会说更多 我们就没办法很快走 结果这些东西一般的孩子 我想差不多五六岁以上 大概都已经有换位思考的能力 知道说我换到妈妈的位置 可是等一下换到那个阿姨的位置 我不能把妈妈跟我 偷偷的约定讲出来 可是他们其实在这方面是有困难 所以等一下去就说出 刚才你讲的那样子的话 例如说你不是说这个阿姨 叫我不要跟他讲话 或者说他的东西很难吃 其实小小孩也是这样的 这我们可能当爸妈都有经历过 如果你小孩子比较善良 比较故意 你就会知道有时候在家里面跟他讲话 你要再补一句说 这个不能去外面讲 或者说这个不要在同学面里讲 例如说有的同学很皮 会打到他 家长总是会交代说 你离他远一点 因为站在他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K到 就他去就直接跟老师说 我不要站在他旁边 因为我爸爸说站在他旁边会被K到 这个就是比较小的小孩 可是如果是在这个犯自闭症的光谱上 有些他其实就是发展一个瓶颈 他可能没有办法突破 这是刚才我补充一下刚才说的那个口语 所以他们其实是 会有时候会需要一些了解或帮忙 那在这方面加上人际互动 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 他们其实有时候很渴望友谊 可是互动的方式会让人家觉得不适切 那更不要说他们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特殊故着的嗜好 不过这个就是要看他有没有这个状况 那针对这三方面的困难 我特别想请教我们进行的副理事长 您自己的经验 还有您帮助的家长 在这三方面的问题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生活上遇到困难 或是在学校其实需要去沟通的 有哪些例子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对自闭症有个误解 认为他们一定都有仪式化的行为 或固执性等等的 其实越小越好教 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简化 就是把这些固执性行为 简低到对他在跟同才相处 其实是最低的 但是以我们在我们单位有在做服务的 其实家长都忘了 都在取消他这个固执性行为的这些东西 都忘记说有一个什么叫替代 比方说这个孩子到哪里都要去开开关 开开关 关开关也一定要是他 如果你先把灯关掉 他就在那边大哭大闹 那其实这个也让家长觉得很 就是觉得很尴尬了 因为比方说听演讲的时候 那个当然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在收 就把灯关 就是开始收东西 结果因为这个没有找他 他就大哭大闹 让家长就觉得好像自己教养无方的感觉 其实我们都一直跟家长讲说 今天你们来听我们办的这些 都一定是自闭症的 那么他有些什么行为 你可以先跟我们讲 就比方说他很喜欢管开关 你可以跟我们讲 我们就会安排他做事 就说我们要先结束了 请小明上来关 那我们当然就会 可能还不止两三位 这个关左边三个 那个关右边三个 他其实满足到了就可以 但是以我们 因为我觉得生活中就是训练 但是比方说我们的课程 比方有八次 但是我们安排他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他讲一件事情 告诉他说 每个人都有轮流的机会 不是说今天你关了这左边三个 以后这八堂课通通都是你关 我们要让每一个喜欢关开关的人 都一样 我们就说你是不是很喜欢关 他说对 那么你也要让别人分享到你这样子高兴 他就说这就是同理心的表现 那所以家长就常常忘了 就认为说 这个东西就一定要他关八次 就八堂课通通他关 结果他到其他的场合 他是不愿意让人家分享的 一有分享的这种举动 他就大哭大闹 那还有一个就是 像我们有时候办一些活动 就是用餐 那就在用餐的时候 当然要等大家做齐了才能上菜 当然在这个短短的三五分钟 这个孩子就已经有点焦躁 当然肚子也饿了 结果知道家长就开始 就是想要移转他的注意 其实这也是对的 就开始跟他玩那个手 就是give me five 就是打来打去 结果后来才大概玩了五六次 菜就要上了 结果开始了 孩子觉得不够 还要继续玩 可是爸爸就说 可就我们来吃了 我们来吃了 孩子不满意 就干脆一巴掌打到他爸爸头上 结果后来就变成 父子二人在追逐 围的那个 那个就觉得很 就是很不对 这样子 当然我们就常跟家长讲说 当你要移转他注意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 但书 比方说因为现在我们在等 他会觉得无聊 你应该事先就知道 可能先给他吃点东西 或是让他玩一个游戏 手机 但是因为手机我们一定要跟他讲 玩五分钟 他不会看表 没关系 就是走到这个刻度 你就要停下来 那时候菜一定上来了 因为他跟他玩 玩久了 但是他没有告诉说 何时结束 孩子还觉得不过瘾 所以开始就发飙了 那后来我们有跟家长 做这样子的沟通 那其实家长他也接受 结果后来他 我们就说你看你可以带东西 先给他吃 或带玩具 或是带手机 都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跟他讲 在什么时间 好 那所以孩子就不会有这样的 一些行为 起码也可以改善 所以我们就讲说 孩子越小 他是越可以教的 但是你要有一个限度 要告诉他的限度是什么 可能刚开始孩子 可能会有点耍赖啊 或是就像他也会跟我们讲 他好喜欢 好喜欢关 关那个开关啊 我们跟他说 你是一个很棒的小孩子 你愿意跟人家分享 我们还是用正面的方式 然后我们还请他去找 下堂课的时候 该轮到别人 我们就跟他说 你帮我去找 那个某某人来关 好 然后我们就说 好棒哦 那谢谢你帮我做事 其实他也间接得到 另外一种满足 其实我们发现说 越小孩子越可以交 改正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当然你说他还喜不喜欢关 我觉得他还是很喜欢关 好 他也是喜欢关 但是他可以跟人家分享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对于他融入同侪 在班级上的生活 我觉得应该会 比较多的注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你点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大家要记得 孩子仍然在发展当中 不管他是犯自闭症 哪里 或者是他就是其实 可能没有被诊断 有任何问题的小孩 其实都一样 他不是一个固着 说我的小孩有什么症状 你就把标签套上去 把这个笼子跳上去 套上去觉得说 他就固着 其实有些时候是 即便没有问题的孩子 你都还是要了解他的特性 每个小孩子固执的特性 这个程度可以差很多 所以能不能有这个观念 觉得他们仍然是 可以在协助当中 还是有很多调试 跟发展的可能 我们继续来请教 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的副理师长 我们的朱敬贤 敬贤副理师长 刚才大家从理事长这边听到了一些正确的观念 其实一般的家长知道这样的状况 都是从什么开始 是不是很多是从跟他沟通 第一个觉得他常发脾气 然后搞不定他的行为 是从这里开始比较多 还是大部分是去了学校之后才发现的 其实大部分是从学校 我讲的学校是幼儿园 其实现在一般的老师 我讲不是那个特殊教育的老师 一般的老师像这样子的智能都很敏感 他都会跟家长提 当然了 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是不太一样 其实我常常接到的电话是 这个孩子已经比方十八九岁 他来跟我 就是说孩子现在已经很严重的 就是说情绪行为了 那我就跟他讲一些方法 就通常来讲 这种家长听到我讲的时候 通常会跟我讲一句话说 你讲的幼儿园老师就跟我讲过 那后来我说那时候你怎么处理 他说我很生气 我就立刻转学 他觉得说我在家里都没有这些问题 为什么到学校有 一定是老师你不会教 你觉得我想很讨厌 怎样怎样 就是有歧视话 那其实所以老师有时候在讲这些 他其实也是很委婉很保守 那接不接受就看家长 那其实台北的 就我想说现在的普通班老师 他都要接受特教的训练 也要这种学程 他其实都有点觉得说 这个孩子需要去就医了 但是就医的权责是 不是在他手里 他只能尽告知的义务 不过现在家长的 这个接受度也比较高 大概有八成都愿意 听老师讲了以后 大部分都是会去就医的 那他们通常在学校 团体生活当中 最常遇到哪些困难 其实你说调皮什么通通都一样 每个孩子因为个性的关系 可是他们比方说 他们玩的就跟人家不一样 比方说他只会玩一直线 那个任何东西 不管积木 我们通常就是往上堆 或堆有形状 其实在幼儿园就已经表露出这样子 这些孩子不管汽车 还是木条就是积木 都是玩一直线的 没有那种立体感 当然每个孩子的能力不一样 我只是讲几个大概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的一些行为 可能跟人家跟调皮 真正调皮 那个有一点不太一样 比方说他的 他好像都没有在听老师讲一些 都讲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 老师他举手 老师叫他回答 他就讲一些 不是老师刚才问他 会绘本里的东西 或等等的 然后比方说 他出去玩的时候 就是说在校园里玩的时候 他会到一些 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对于那种 我们讲不能去 他非要去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 现在的孩子 其实这种安全的意识 都还蛮高的 就比方说 学校有一些地方 是不能去的 比方说 那个地下室的入口 虽然说已经有关门了 他就一直趴在 那个栏杆那边这样看 就是老师会觉得 他有一点 好像跟一般孩子 皮的不太一样 其实现在老师 警觉性通通都很高 那他们在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学习上也不一定会有困难 这个也是每个个案不同 那其实老师们 如果是用比较传统的教法的话 有时候可能只会觉得说 好像他没有办法 根据大家学习的反应速度来 可是现在的老师 我其实感觉是 比较会理解跟接受 每个孩子有他不同的方法 或是现在学习的方法 比较是启发的 很多是讨论的 所以也许他们的困难 就没有那么立刻彰显出来 这有时候其实是要 老师更细腻的去注意到 他学习上面的特色 就是刚才您讲的 他在接受一些新讯息的时候 有要经过他自己的一套顺序 那一方面 是帮助他可以学习 然后在团体里面自处 可是也还是要注意到 他可能也有一些特色 这个可能就落在老师 跟家长的身上 我不知道从您这边 因为您接触比较多家长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就是每次人家问 可能有犯自闭症的问题 要去看这个新生科 儿童新智科 听说这个是不是 现在很多人在看 然后蛮难挂号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现象 家长们通常要 要怎么样去就医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如果家长他有这样的疑问的话 确实是应该挂儿童新智科 那是因为现在大部分家长 都是蛮接受的 确实比较难挂一点 不过我觉得还好啦 大概因为我说的还好 大概是比二三十年前 那就实在是好挂多了 现在几乎每个大医院 其实都有了 不过建议家长 是要看儿童新智科 因为家长有时候 因为他觉得 他连一下都不想等 因为他有时候要排 那就挂附健科 那附健科的话 基本上是比较是肢体上的 那当然我们的自闭症孩子 伴随的大部分 确实是有一些 有肢体上的一些发展 比较缓慢 但是我们基本上 还是看儿童新智科 如果他第一次去的话 他又经过评估 那里面就有含附健 就是附健科 他会也帮他评估 那个发展 就是说大肌肉小肌肉 就是我们讲的 物理职能等等的 这个就在附健科的范围里面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因为现在假设是 教学医院以上 或区医院以上 附健科大部分 都有跟儿童新智科 小儿科在这个早期疗愈 评估的团队里面 所以这真的也是一个窗口 没有因为我们 精神科的心理师 常常都压力很大 就是儿童要做评估的 这个范姿逼真评估的 那个单子 都这么大点 像我服务过的医院 永远都是这么大点 然后心理师都说 自己都快要压力崩溃 可是大家还是会 非常认真 所以现在有更多人 所以现在有更多人力的投入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 那个敏感度变高了 那这个范姿逼您自己会成为在这个总会里面服务啊 是什么样的历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是因为我孩子也是啊 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老师不太知道 那是哪个年代 30年前 你的孩子小时候是30年前 对 然后觉得他很顽皮 老师只说他很顽皮 其实我也蛮庆幸说他一路过来 其实接受他的与众不同 当然班级的规则还是要遵守 这是我也非常赞成老师的 所以我在我自身以及服务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我自己学会到 我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老师他是因为他要经营班级 班级上有30个 或者40个 就像高中大学 他所看到的是 大家的一个学习的范围 那么当然小学现在是20几个嘛 二三十个都有 我一直跟家长讲一件事是说 你不要觉得说 你今天在这里 孩子没有 老师没有看到你 你要知道 老师他看的是全体的 整个班级上的一个老师 我们对在老师立场上 叫班级经营 但对于我们来讲 任何一个孩子来讲 他在学校学习的是团体规则 如何去跟大众相处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 这是一个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讲说 家长你不要觉得说 老师把你标签化或是什么 我用反应个问题告诉家长说 他如果今天没有自闭症 这个三个名字的话 你觉得他班上就不特殊吗 比方说我们的孩子 喜欢那个上课的时候 一直举手去尿尿 其实他不是真的要尿 他是觉得做得太无聊了 那接着呢 去呢 就玩玩水 玩了十几分钟 老师其实一边上课一边想 这小孩怎么还不回来 到底要是去找他呢 还是怎么办 要去找他 这个课程要停下来 那不找他 他心里又是一直在挂心 这个孩子怎么都还没回来 已经过十几分 尿尿也不肯尿那么久 那当然回来 老师有的时候就 就是到最后他还是回来了 其实当然老师脸色也不好看 那就会跟家长讲 那家长就觉得说 我孩子要尿尿啊 但是家长在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叫你的孩子 下课都要去尿尿 他为什么上课要尿 是下课跑出去玩吗 他没有想尿 要跟同学去玩 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尿嘛 上课他真的想尿 或者他只是 我就我刚刚讲的 他是想去无聊 想去玩个水 反正老师讲课 他觉得很无聊嘛 一点引不起他的兴趣 等等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当我们在看孩子 就学这样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自己家长 也可以学习到一些 你站在别人的立场 在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你的心态 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也更知道说 跟老师沟通 是要怎么样的一种心态 我们是要站在 他的立场去沟通 而且站在他里面 看我的孩子 那就比方说 如果我的孩子这样 其实我第一个担心 应该是说 那校园这么大 他会跑到哪里去 搞不好摔了 我都不知道 那可能 因为老师 当然我就想说 他自己在上课 有课程的进度 那他不可能跑去找你 在找 因为校园说实在很大 你搞不好 你也不想要跑到哪里 就像我们的孩子 有一个是 他从幼稚园到小学 就是上课打零了以后 他都没有进教室 就后来原来 他一直在玩荡秋千 问他就说 因为刚排到 他都没有排队 他都没有排到 所以打零 大家去上课 所以他就想 我可以多玩一下 因为没有人跟我抢 所以他在那边 一直玩荡秋千 那那个荡秋千 是在操场的 另外一个角落 结果那天 老师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孩子 一直没有进来 他非常害怕 就赶快打电话给那个 什么总务处 教务处 就是叫 叫那个全校的那个老师 去找 后来发现 他很快乐 在那边荡秋千 就是这种 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 其实是又好气又好笑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 环境适应非常的慢 但是后来他知道 是不可以 听到铃声就要回去 其实一般的孩子 幼稚园到小学 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一般孩子还真厉害 入小学第一天 就是要听铃声 其实以前我们都没有 发现到这件事 就会发现 自己的孩子 就说对于铃声 没反应的时候 所以才会说 闹出很多很多的 这些 他对于上课下课 都不知道 我们说上课 不要去尿尿 但没有说不能去尿尿 因为老师还是想说 尿尿是他的一个 生理的反应 就让他去 就他都没回来 所以等等的这种 这种东西 他自己接受度 其实是蛮慢的 其实我们孩子 大概就对于 这种环境的适应 其实是让家长 非常的挫折 甚至有些是 就会对于 不要说老师 或是跟 我们带孩子出去的时候 跟一般人 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争执 其实都在这个点 是 我觉得听您这样说的时候 我被带到那个孩子的立场 就是突然觉得好辛苦 他们也好辛苦的在学习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 你想想看 如果我的注意力 就是聚焦在我自己 有兴趣的这些事物 我就是一心等着要玩秋千 可是就有一个铃声 我没听到 然后等一下引起这么大的麻烦 你可以想想他的挫折感 所以站到这个立场的时候 也许大家就会有 不一样的想法 是我可以感觉到 您就是非常有同理性 包括说 老师有老师的困难 然后其实 但很多的家长 在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 第一就是 家人里面都不一定有共识 好像跟长辈啊 夫妻之间 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也会生气说 为什么他就是 要搞得我们大家很不方便 然后有些人因为挫折 就又不了解 没有办法理解孩子的这个脉络 像您刚刚讲的这样脉络 那他们可能会对孩子很愤怒 又爱又气 然后又对老师也容易有敌对的态度 这困难就加重了 所以那个这个 副理长 我想请问您一开始的时候 有没有也经历过困难的阶段 您是怎么达到这样 能够对每个位置 你都能够同理呢 其实我的命大比较好吧 我没有碰到这些困难 真的 对 当然我想我先生也蛮好的 就是说当孩子有学校 有什么事情 当然是我去处理 因为他要上班 其实他间接的也就是 他只知道我处理的结果 他不晓得那个过程 就是说班上 有给他搞得鸡飞狗跳 这些东西我大概比较 也就是晚上回来 不太会跟他讲到 我一直跟他说 我怎么去处理 就这样就处理好了 就是一个结果告诉他 好 那然后就是 呃 就就是这样尽量的教 好 那当然有的时候 他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把他当笑 就是觉得说 他现在很很可爱 很好笑 但是该教的还要教 至于手足 其实我觉得手足 其实是很好教 但是最容易被忽略了 好 因为我一直跟家长讲说 你不要骂你的孩子 是笨蛋两个字 绝对不能从你的嘴巴出来 其实有些孩子不笨 他只是 就是我刚刚讲处理的 处理的那个事情 他一直去当究竟 那个并不是笨蛋 他有他的想法 那个现在的跟以前 幼稚园差别很大 幼稚园又没有铃声 他怎么知道要听铃声呢 你教他听铃声就好啦 这个他不是笨蛋的理由 因为家长 其实我觉得家长应该是 有时候觉得很没有面子 被老师就是很那个 就是说打电话给他 就跟他说 你一定要把你小孩 就跟他讲 一定要听铃声 因为老师会担心嘛 就是我刚刚讲 老师真的老师会担心 可是家长可能 可能啊 是会觉得没有面子 那我也常常跟家长讲说 你带孩子去做了很多 早聊什么东西的 老师打电话给你要感谢 不是没有面子 有没有面子的问题 我们这种家长皮要厚一点 其实任何都把他当成一个善意 确实我觉得他可以不要跟你讲 他跟你讲 其实是告诉你在孩子在学校的行为 那当然有些家长也会说 他家里都很好 为什么到学校这样 这个老师一定很不会教 但我有跟家长讲说 因为你在家就只有三个人 或者四个 现在就是小家庭 还有阿公啊 或者还有阿公阿嬷阿姨 都是对这个孩子很宠爱 要什么给什么 他不知道还有人叫做不要 或是不给的 他到学校这环境才学习到 不给你 不想跟你说 我为什么要给你 为什么要和你分享 现在每一个都是少子化 每一个孩子都是从家里 就是单身的 独生子女 或是一个两个 这样子 那所以他到学校那个环境 他才会这样 其实所以这个并不是说 会不会教 谁会不会教 当然我也碰到说 家长告诉我说 长辈说都是他生坏的 对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多谈一点 我觉得这个父母的挫折感 如果不能够安顿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这些孩子的理解者跟协助者 好 今天我们非常难得 可以听到自己也很有经验 然后也帮助很多人的 这个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的副理师长 朱敬贤来跟我们分享 犯自闭症这孩子 大家就听到很多在心态上需要去调整的 那最后我们也想请教一下 现在 就是像之前有一个新闻 虽然不是自闭症 是一个妥瑞症的孩子 有没有妈妈带他去看电影 结果因为他发出声音 就被这个现场其他的人 就是指责 那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回应 其实很多的家长都深有所感 您觉得说如果自己的孩子有这些问题 那目前还没有在外面的生活 还没有适应得很好 身为父母是应该要减少他去这些公众场所 所谓的跟现实有一点隔离保护 还是说其实尽量让他是可以适应外面 例如说公众场合照样去 团体活动照样去参加 那遇到这个突发状况的时候 在当下当做一个机会教育去教 到底这中间怎么拿捏 通常您会怎么建议家长去判断情况呢 这件事情也有家长就是跟我讲 可能就说蛮早在两三个礼拜之前 其实他家长问我怎么反应的时候 其实我只有讲一句话 我说我们的反应都不是最适切的 最可以表达反应的是坐他旁边那个人 他来看电影 他需不需要去被干扰 那是他的感受 我觉得我们我就有跟那些家长讲说 我们一直讨论这个人家是不接受了 或怎么样子 你觉得对我孩子有帮助吗 那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应该 我那时候跟家长讲说 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当孩子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为的时候 就像我们常常 我们自己单位常常办活动 确实有些孩子他喜欢打那个响指 那个手打响指 或者嘴巴也常常难难自语 其实因为我们常办活动 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开玩笑 我们孩子都见过世面的 家长都已经了解了 所以家长都有一些应对的方式 就是比方说他会发声音 家长自己告诉我们说 他想来看 那那个他要坐在最后面靠门的 靠门的 他其实因为他在最后一排 所以他发出任何的声音 而且靠门 他发出声音不会干扰到旁边 那当然那有一些孩子 他喜欢那个 捏那个喝水的那个空的那个罐子 就卡卡卡卡卡 发出声音 发出声音 那其实那个家长给他弄那个 那个带了一个很厚的毛毛巾 就这样子让他捏 就是让他抓着 但是当然那个没有声音 其实我觉得那个孩子 应该有一点对这个声音 他觉得很好听 还是怎样 当然这个是他的感受 所以家长在包包里是有放一个 那个宝宝特瓶 他如果捏那个毛巾 还厚毛巾不过瘾 他就把它带出去 让他在外面的门关起来 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场地 那个门关起来 他在外面捏捏捏 可能捏了让他满足了 进来再拿毛巾 这样就解决了 不会干扰到旁边 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孩子有很多的一些的行为 我们必须真的是要看 就是说别人接不接受 那么别人不接受是正常的 家长既然你知道 他有这些行为 那其实我们当时就讲 其实有些孩子 他这些行为是 他焦虑的表现 他可能没有办法借除 但他可以替代 就讲说 那个前面那个家长 他是拿那个厚毛巾 但他包包里是有放一个 空的那个宝特瓶 让他这个没办法带他出去 这个孩子他也接受 他他知道 他还一直跟我们讲说 不能发出声音 我们说对 我说你今天做得好棒 那这个孩子也有替代了 就觉得说 因为他很忍耐去捏那个厚毛巾 实在是没感觉 我在想 可是他看到我们的赞美 他知道可以在外面捏 那他也满足了 那其实所以我觉得说 当你有这些的行为的时候 你的处理方式 你要再想 你的处理方式 可不可以让你的孩子 一直被人家接受 就你希不希望他能够在社会上 参与跟立足 你就要接受这个状况 然后帮他找到方法 状况找到方法 那么你如果只是一直在抱怨 或是说你自己不去想去解决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就学习不到说 他可以出去 他也可以替代 他妈妈口 那个包包里也有 他可以被满足 然后他也可以不要说干扰到他人 有一次我在捷运上 我有看到一个孩子 我觉得他是一个 比较重度的一个自闭症 他是他妈妈带着 然后这个孩子想喜欢狮子 因为我看他的表现 妈妈给他手上套了一个塑胶袋 他的沿途一直湿 他湿完只是 他是湿在那个塑胶袋里面 我觉得那个也很好 因为狮子也没什么声音 然后他就一直湿 一直湿一直湿到下车 我觉得这个妈妈 想的方法也很好 如果这个孩子 他在公众的场所 他需要湿纸来平缓 他的一些焦虑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这样也可以 他也湿了 然后他也没有 他今天如果说随时丢在地上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骂他 尤其在捷运 或是在公众场 你这样丢成满地都是纸 所以妈妈给他手上 套一个大的塑胶袋 他就两只手 就在一直湿一直湿 其实各种事情 我觉得都有解决的方法 哇 不过您刚刚讲的这个 我会也想要说 你想想看我们刚刚听到的 例子这里面的父母亲 特别刚刚提到都是妈妈 要能够发展出这种 应变的方法 你可以想象 人家也是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的摸索 从一开始的无助 然后这个无力 然后到去找出方法 其实我觉得每一位 身为家长都有听到 你可以想想看 当你的孩子有一些状况 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态跟毅力 就是说我就是跟他去找出方法来 而不是很轻易的就被这种挑战所击垮 但是当然他也非常的辛苦 其实我最后一期有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有一些家长 他正在挫折当中 例如说他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理解 然后又没有帮忙 然后他现在因为 所谓的被这孩子搞得很挫折 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些鼓励 例如说可以怎么做 像这样去总会上课充实知能 或跟其他的家长可以有连结 成为互相学习 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对不对 我们怎么去帮忙这些 因为挫折 有时候后面 我们知道这些孩子有很多 其实后来是家暴的受害者 因为大人实在太挫折了 没办法搞不定他的行为 就有情绪性的动作 我想请您最后给大家一点方向 万一有人现在在谷底的话 要从哪里开始好不好 我觉得家长一定要求助 那一直在想想不出来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说当局者迷 其实光台北市就非常非常多的团体 家长都可以打电话 因为打电话 我们也不会问你什么姓名 什么东西 这样子 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心 还有我觉得家长更焦虑说 孩子因为常常在学校 跟人家发生冲突 那被标签化的会不会怎么样 以我到学校的经验 这么十多年来 就透露我的年龄 这十几年来 其实我大部分都问孩子 说那你们在班上 有没有人说你们是什么 或者是说 你们到资源班去上课 人家有没有觉得 好像就觉得说 那个是怎么样的班级 其实家长反而都用一股 我好奇怪 这个大人问我这种很奇怪的话 然后通常来讲 那个比较大一个就说 没有 就到另外一个班级去 另外一个班级去上课 那其实 我这么十多年来 其实只有碰到一个孩子 他跟我说 到那个班上是笨蛋 那个孩子是自闭症 那其实他也有到那个资源班 就我们讲 我们另外有一个特教的服务 在学校 那是叫资源班 他有去资源班上课 所以我就跟他说 可是不是你也有去资源班吗 他告诉我说 我告诉你 我每一次去的时候 我走几步就躲在柱子后面 他们的学校 因为这个孩子非常的胖 这个 但我不是说他的外形 我就说学校那个柱子 挡不住他的 那你可以想象说 他走几步就躲在一个柱子后面 走几步就躲在一个柱子后面 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变得有点搞笑的那种问题 就后来我就跟他说 那你在里面资源班 有没有交到好朋友 他跟我说有 在里面有交到好朋友 那我说你在班级上 有没有好朋友 他说也有 那我说那你觉得他们是笨蛋 他跟我说不是 那当然我就讲 就又回到最前面的话 其实自闭症真的是 蛮白目的讲这些话 他在里面可以交到朋友 他又讲说那是笨蛋 其实后来我就有问他说 是谁跟你说的 老师 同学 当然我最后问他是说 还是你的家里告诉你的 好 那这个孩子他就不回答我了 我懂 我懂 那个 那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最后这个答案 大家都有听出来 好 那一定都有听出来 那所以我想求助 好我们今天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讯息是 如果你处在这样的状况 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我们可以找到像 这个金贤副理事长这样子 有经验 也有爱心的人 好 所以不要自己在那边承受 跟你的孩子一起 我们都还是社会的一份子 好 那么更多的资讯 大家可以查询 这个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 好 有很多的帮助大家提升知能 跟支持的一些资源 今天非常谢谢金贤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 谢谢